跟美丽的合同 校长我陈永青撕掉了 不去追究任何张美丽的责任 不主张任何经济赔偿的权益 不容易 张美丽也不容易 他们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个钱 大家好 我是格州小南 女保镖张美丽和校长闹得不和 发生点矛盾 两人非闹摇标 为了解决这个事情 校长专门开车 去了成都张美丽的老家 找她的父母 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 张美丽和校长 不管怎么跟家人做工作 就是说不通 没办法 张美丽尊重家人的意见 校长只能失望而归 既然师徒俩没办法继续再合作了 对于账号的归属权问题 还有张美丽以前签的合同 到底该怎么处理 校长今天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哈喽 所有的张美丽的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天交学院的陈永青 我现在在昆明的机场 马上要出国 我们十号有过海外的训练 走之前呢 把这个跟张美丽这个事呢 做一个了断 做一个大结局 我们都尽力了 但是呢 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解决方式 我的解决方式 第一个呢 让所有的 那些认为我们炒作 认为我们剧本的那些黑粉 让你们失望了 这个事到此结束了 我们不去带货 我们不去PK这个账号 不去骗粉丝们的这种韭菜 割韭菜 这个事就结束了 第一件事 第二个事 跟美丽的合同 校长 我陈永青 撕掉了 不去追究任何张美丽的责任 不主张任何经济赔偿的权益 不容易 张美丽也不容易 他们家里人根本拿不出这个钱 把他们弄到实习名单 限制高消费 一点意义都没有对陈永青来讲 如果有一天张美丽良知在 对吧 有可能找到校长 我们一起合作 那是他的问题 我呢只能这样了 只能做到这了 师徒一场 不以起诉为大结局 各自安好 我觉得这是所有的粉丝们 期盼的 第三件事 关于这个账号的问题 账号的问题呢 我不想这两天追究 给张美丽施加更多的压力 因为张美丽呢 手呢做了二次手术 刚刚做的二次手术 这个时候呢 我给她一下压力呢 也不合适 所以说呢 她要与不要 都无所谓 因为他们也明确表达不要 对吗 等她病情好了以后 如果她希望再回来 那是她的事 跟我没关系了 我这方面卖一不卖的事呢 我就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团队 合适的人 转让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我也不期望是这个结果 所以账号的问题呢 先搁这 先搁这 我也没有时间去更新 去直播呀 我也没那空 没那空 彼此给点时间 好吧 以上三点解决方式呢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做一个正能量的 有责任感的 对吧 就像你们所说的 格局高一点的 我只能 记彼而为了 好 再见 所有的兄弟们 喜欢的持续关注 不喜欢的 去关我们 没问题 我个人认为 校长有格局 留后路 来日方长 以后还会有 优秀的人跟随他 张美利为了 不让父母担心 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 陪伴父母 希望他以后 在自己的事业上 步步高收 各位大佬 认为校长 这样的处理结果 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器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